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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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是運動一百零二週年 在這個充滿紀念性的日子裡 我們來回顧一下 那一百多年前的那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 甚至可以說是 不僅是包括學生 還包括整個社會的 這一場波局全中國 甚至影響到了 當時的至今吧 這個運動不僅是一場愛國運動為了抗議 法理合約為了抗議21條 雖然是以這個愛國運動作為一個導管線 但它其實還是一場新文化運動 比如說我們讀過文學史的都知道 當時吳士還有陳獨秀他們就提倡白話文 還有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等等 可以說是中國的這個 至少是在這個思想 在這個學術 在文化 在藝術 中國就開始真正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分水嶺 就是說中國從近代社會發展到這個現代社會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就是五四運動 而五四運動 當時就提出了 如果要以這個作為一個最明顯 也最能夠讓人們記住又千顯欲懂的口號 就是德先生跟賽先生 一個就是democracy另外一個就是science 就是英文的democracy跟science的這個音譯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民主與科學或者科學與民主 可以說這個就是因為有了這麼這麼這個科學跟民主 這兩個重要的這個觀念被引進了這個 現在中國社會之後呢 中國社會才有可能進入現代化 也就是說科學跟民主是中國現代化的兩個重要的基石 而這個不管科學也好民主也好 他們是都是一樣重要的 如果你只講科學而沒有民主 那麼這個社會很可能就會走向一種就是 是比方說一些高度集權法西斯的 像納粹德國或者 當然你從某個角度上來說 這個納粹德國也不能說他沒有民主 因為斯特勒就是經由德國的民主選票的方式 就是這個把它選舉出來的 所以總 但 整個來講以當時的中國來講就是說 一方面有這幾千年來的這種封建思想的這種傳統 這個整個大多數的社會上都是文盲占了一大部分 社會很多是愚昧或者蒙昧 通了一種迷信 所以針對這一方面開的藥 陳德秀認為針對這些迷信啊 封建造破這些東西我們就要提出這個科學 就是科學作為治這個迷信的病的藥方 而民主呢是用來治療這個專制的 就是幾千年來的這個地治社會的這種專制的 治專制病的這個藥方 所以是兩個藥方就是科學跟民主 而這兩個是缺一不可的啊 我們如果現在看 我們轉回來做這個經過 自從中國當時的五四族 先引進了科學跟民主之後 至少我認為 到現在為止 中國的社會是朝著這兩個方面同步去發展的 當然如果站在西方的一些 所謂的西方的政治觀點 也許可以認為啊 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啊 沒有經過這個民主的選舉 所以沒有一人一票啊 所以它不是一個民主的時候 沒有民主 但是 這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畢竟 中國也有這種 中國式的民主性 比方說它的這個 中國人在 中國的領導層他們在制定 制定一些政策的時候 它是要經過政協的 至少這 政協的政治協商 就包括各個民主黨 還有共產黨 還有一些民間人士 他們要經過 相當 長時間的一種 辯論 議政 然後才形成一些 一些 一些這個 方案 或者是形成一些 比較 再經過一些試點的 一些推行試點的試驗 最後形成一些 比較可行的方案之後 再交給這個 人大去討論跟表決 甚至進一步的細緻才能 才會形成一個法律 而形成了法律之後 再交由這種 就是國家的行政機關 也就是 這個國務院 就是以及各級政府的 不管是省政府、市政府 下到地方這種鄭的政府 鄉政府、鄭政府 再由這些政府去負責執行 所以他這整個 整個決策的過程 其實也是經過這種 內部的辯論 公開的辯論 然後 就是綜合了各方面的 全社會的 各個方面 各個利益 團體的 取得共識之後 再交由這種 人大的一種 投票來表決 最終在這個 交由這種 執行的 機構去 這個 就是 去推行 去施政 而同樣的 還有這種 就是說 也有法院的系統 檢察院的系統 等等 就是說基本上 現代國家所具備的 這些互相制約制衡的 的因素 這種 在中國的 現代中國 它都有 所以你要說 它不是 沒有在實踐 民主 可能不是西方人的那一套 但是至少是 只要中國人認為是OK的 那麼就是 可以說是中國式的民主 所以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這個 中國是有民主的 今天的中國是有這個民主的 它也是有科學的 比方說 吳錦濤當時提出的科學發展官 還有 就是中國在 他們在 在這種 形成各種 政策之前 都是 都是通過這種 充分的調原 所以沒有調查研究 就沒有這個 發源權 這是 就中國政府在 推行一些政策的 之前 它是會 中國 這個 充分的這種 調查研究 然後 取得相當多的數據之後 認為可行 在 按部就班的去 把這種政策 細緻化 圍一條 如果在 在這個 政策施行的過程中 發現有什麼問題 的話 再來進行一些糾正 就糾正 就是 就是說 這整個過程是 相當的 就是 符合這個 科學精神的 所以也正是因為 有這個 科學跟民主 這兩條腿走路 我用了佛教人 我在這個 題目中用了這個 雙裕兩族尊 就是說 科學跟民主 就像鳥的一對翅膀一樣 確一不可 就像 人的兩隻腳一樣 就是 你要 左腿跟右腿 左足跟右足 你才能 正常的走路 確一不可 確一不可 所以 從這個角度上來講 也正是有 這個 科學跟民主 這兩個方面 就是說 至少就是說 中國的民主 它是 有科學背書的 或者是說 它是 它是可以經過一些 科學的 科學模式在進行的 所以 中國人在面對 比方說 這個 這個什麼 最近的 這個 新冠疫情的時候 它才能夠通過 以非常科學的方式去 去處理 我們就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 這個 當時的火神山啊 或者是這個雷神山 武漢的那兩個 這個 醫院 這個 中國人之所以 能在十多天內 就是把這兩個 醫院給 這個 建設成功 你 你 單靠有錢 是不行的啊 你 單靠有那種 社會資源 單靠有 這種 能力 那是不行的 因為它必須經過 非常嚴謹的 一種科學規劃 整個系統 系統化的 planning 就是這種規劃 還有這種 這種 實施 各個部件 從這種 從這種 就是說 繪圖到設計 到這個 資源的 這種 配置 到最後 施工 單位 各個施工單位 的這種 密切合作 才能夠使得 那兩個 火神山跟雷神山 在十多天內 才能夠 建設成功 跟陸契交貨 如果 你就想 如果說 沒有 沒有這種 科學的 指導 而只是 只有民主 那很可能 就是說 大家就炒作一團了 那就是 我也要 我的權利 你也要 維護你的 這種權利 一而不決 這種就是說 辯論來 辯論去 最後 都沒有 這種 完成 就什麼事 都做不了 所以 從這個角度上 來看 我們 如果 只是片面的 強調 民主 自由 是多麼的偉大 而 忽略了科學 那是 不行的 換言之 如果說 一定要在這個 科學跟民主之間 排出一個先後 那麼我覺得 科學 科學應該在上面 由科學 來指導的民主 那才是真正能夠 對 絕大多數 人 有利的民主 假設一個 違反科學的 或者是說 沒有科學 這個精神指導的民主 那是一個 真的就是不知道 會 這個淡產到什麼 方向去 比方說 就像 特朗普 治下的美國 當時 在面對那個 疫情的時候 他們都仍然能夠 能夠 說 這 怎麼講 就是 仍然能夠 否認這種 新冠疫情 是非常嚴重的 當時的美國 完全是掉以清晰 其實現在的印度 也是如此 就是說 儘管印度的這個 疫情已經 已經非常嚴重 據說它這個變種 變種病毒 已經不僅是 第二代了 甚至第三代 都有了 在這項嚴重的情況底下 仍然在搞這種選舉 搞這種 就是說 政治掛帥 這只能說就是說 是非常不符合這種 科學精神 或者說是違反科學規律 所以才會造成現在的這種 亂象 所以藉著今天是武士運動的 102週年 我就提出這麼一個觀點 就是 如果我們要民主 民主是個好東西 如果是 有科學指導的民主 那是好東西 如果沒有科學指導的民主 那是絕對是個壞東西 就說這麼多 謝謝大家的收聽 是否則 是衝動的